新北地院昨天審理起沙夫案 國民法官的表現是受到關注 兼換臺北地院召開選任程序 將會審理被告李家修的酒駕致死案 通知百人到庭 實際是來了六十二人 部分到場的素人參審的意願不高 有些人還擔心說開庭審理 會看見刺激性的證據 而臺北地院就跟臨床 心理師工會合作 在宣判後協助減壓書解程序 法院人員提前動員陸續迎接 民眾到來參加海選 這回換到臺北地院 有國民法官案件將進審理程序 事前通知一百零四位素人到庭 十九號來了六十二位 從中挑六人當國民法官 四位備位國民法官 跟職業法官共同審理 去年十一月發生的這起案件 對告李家修五兆九家上路 在行政院前地下道超速追撞車輛 造成前車駕駛死亡 事後一度申請拒絕 國民法官參審遭到駁回 接下來開庭期間 國民法官們在開示殘忍 審刑證據的環節 能否抗出心理壓力 道場的素人們立場不盡相同 從新北地院出登場的國民法官來看 這星期接連兩天 審理一起家暴殺父案 有人在庭上提問內容 有別職業法官 也有人語意表達不清 讓被告與證人一時無法理解問題 還有人見到命案照片 頓時眉頭一皺 本院特別組成 臨床心理師公會 國民法官心理支持小組 在本案宣判後 由臨床心理師到國民法官休息室 進行國民法官支持 減壓團體活動 就怕國民法官心理受重擊 在宣判後 臺北地院找來臨床心理師協助減壓 如今正式臨選後 將在七月二四二五 及二七三天來審理 預計二十八號宣判 私改新制度上路 國民法官一舉一動 都備受各界矚目 記者衝鋒時衝 台北報道